45...46...47度啦 在蘋果推出更新之後 iPhone 15 Pro系列終於又我重生了 終於真的解決散熱的問題了嗎 嘿大家好 我是蘋果爹 我們剛剛也在做一系列的測試 其實上一支影片 大家現在在講的17.0.3 我們上支影片就已經測到 17.1的Beta 1跟Beta 2 我們在群組裡面也隨時在跟大家 分享這個更新 那很多觀眾也在一起 不管是測試新的Beta版本 或是更新到這次17.0.3 一起來跟我們分享 到底他們測試到結果怎麼樣 其實在上支影片我就有提到 就是說如果是iOS 17背後的 bug的這一點 或是第三方軟體的這一點 甚至是第一方軟體造成過熱的這一點 我覺得都是可以推出更新可以解決 那我們上支實測了這個 Beta 1跟Beta 2的這個軟體後 也證實說我們手上的這兩支Supro Mac 至少我們感覺上 它的耗電比較沒有那麼嚴重 然後它平常 平常待機的時候 發熱也沒有像先程那麼嚴重 所以我們也很快的拍這影片 跟大家回報說 我們Beta版本得到的結果是這樣 那新的更新推出來 你們也可以放心的去更新 那我們剛剛群組 就是很多人大家也更新到17.0.3 那我跟大家回報一下 現在我們看到的結果 就是一開始我們看到滿多人就說 更好了 比較不會熱的 比較涼快了 那我發現說OK 那這樣就OK了 就跟我們自己手上這兩支 Supro Macs測試Beta的結果相符 跟上支影片的結果相符 那我可以跟大家講說放心更新 但現在呢情況又有點不太一樣 就是有一些觀眾 他們覺得更新之後 可能更容易發熱 尤其是在講電話 講LINE的時候 莫名會發熱 這我們自己沒有碰到 那我們就想說可能是個案先關網 可是後來越來越多人開始講說 他們覺得更耗電 所以那我就來重複一次 就是上一次我在Beta 2上面 就是一樣拿15 Plus跟15 Pro Max來做測試 那先前這兩支 我們都已經更新到Beta 2的版本 但沒有關係 那我們就來做一次證實 我們再來回歸把它下降到17.0.3的版本 我們看這公開的版本得到的結果 是不是跟我們先前Beta版本差不多 好那我們就來 我們有這個熱像儀 我們就來做這個錄影的測試 那就是偵測它前面跟後面溫度的差別 那我們這兩支手機都把它全部洗掉 全部重灌 然後Restore到17.0.3 所以這兩支都是裡面沒有任何的Data 然後就是完全清空的 我們也沒有連到任何iCloud的檔案 我們就不希望它在後面做任何的更新 那等一下我剛 Plus好像忘了開啟飛航 但沒關係 點鐘它會更熱 可是它沒有得到這樣的結果 那剛好可以來做個比對 好 那我們測試的環節 就是跟先前一樣 我們就是螢幕亮度開到最亮 然後螢幕自動關閉 把它調到永遠不會自動關閉 然後我們就開啟相機APP 不做任何的錄影 然後不做任何其他的設定 就是開啟相機APP 停在照相的階段 然後就看它機身的發熱程度 在這15分鐘怎麼變化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影片 我們也有把它錄下來 我們前後可以做個比對啦 我們也是一直在翻轉 就是在看說到底這個前後溫度的差距 正面螢幕跟背後相機部分 這個發熱的差距 其實跟我們上個版本測到差不多 就是這兩支的溫差 大約都是在2度到3度之間 那看你是測正面還是背面 到了15分鐘之後 其實我們在背面的差距是在2度左右 那正面的差距是在3度左右 那哪一支比較熱 應該不用特別去講 就是15 Pro Max還是比較熱 使用A17 Pro的這一個 那後來測試這個相機APP 15分鐘之後 那我還想說再來加個5分鐘 我們來錄4K 60幀 看它溫度會升到什麼程度 那這邊可以看到 最高我們測到標到47度左右 那這個我們就在5 6分鐘啦 後來想說不要燒手機就把它關掉了 那這個也是為什麼 其實也呼應到我們一開始 剛拿到手機的時候 我們那天測到熱當 我們也是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這兩支擺在一起 我們理論上會想說 A17 Pro可能是新的機型 新的儲存器3nm 它發熱可能不會像它這麼嚴重 但是兩支在一樣的情況下 用一樣的方式去露營 一樣的環境下去做這個發熱的測試的話 都是得到的都是15 Pro Max 它發熱的程度比較高 那也可以理解說為什麼它會先熱當 因為如果說你升溫的溫度都是比它高了 大概兩三度 那可能他們有設定一個安全值 它就會比較先碰到 所以這個是可以理解 但是同間又想回來說 那這個相機的部分 似乎是在這一次還沒有解決 那這個也是我自己很在意的部分 或是我自己最在意的部分 那也是很多觀眾最在意的部分 這一點目前看起來還是這樣 那其實上一支影片我也講過啦 我們β1、β2的版本 測到就是這樣的結果 所以我本來也不期待說 這一次的17.0.3會針對這個問題就先修正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好消息 其實就是我們還是同時在我們群組裡面 很多人還是在測試 那我自己也還是在測試 那我還是同時在把這些 測試好的結果回報給蘋果官方 那就希望 如果你們有人願意的話 你們也可以做這樣的測試 但是我覺得有溫度的測量儀 不管是這一種或這一種 我覺得你要去 不能就光用手去摸啦 因為有時候這兩個差三度 你去用手摸這一支 Plus 你會以為它是涼的 可是我們剛剛看嘛 就是大概差三度 最多就是差三度左右 那其實你去摸的話 有時候你說37度跟40度 這個摸起來感覺就差很多了 所以我覺得有測量的方式 有正確可以去 精準測量的方式 還是算滿重要 至少真的知道它的差別 但我也不知道哪個觀眾 同時有這兩支手機 那或是你拿14 Pro的話 系列要來測試也可以 有兩支一樣的機型 就是14 Pro Max跟15 Pro Max 這樣要測試 我覺得也應該是可以測出差別 那這樣的話就是 其實跟我期待結果一樣 因為我們已經測試到 Beta 2的版本嘛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 至於其他的問題 我們上次影片也有講過啦 就是我們認為那個Buck 在Beta 2的地方都已經解決了 就平常待機的時候 會有一些發熱的問題 那個我們當初也有回報 相機的話 畢竟它 我覺得它也是一個App 它也是開啟一個App 我還是抱有一點小希望 我覺得 是不是說它不會像這一支發熱 會像它那麼涼 我不知道 可是我覺得這個溫度升得這麼快 或者說兩者有這麼大的差距 理論上應該要可以控制住 因為我不覺得開啟相機App 會是一個超級耗效能的 一個使用情境 相機App也是為什麼 我比較在意啦 我先前在14 Pro Max 我去日本的時候 大家觀眾 如果有看我秀的影片知道 就是說它發熱很嚴重嘛 那也是為什麼 我很期待這一支 改善這個發熱的問題 但是目前的比較起來啦 不管是跟15 Plus 跟14 Pro Max比來講的話 用A17 Pro的15 Pro Max 發熱都還是比較快 也比較嚴重 這一點的話 我剛講說我期待它可以解決 就是期待說 它至少可以做更好的控制 或者說 我覺得軟體上理論上要可以 那如果沒辦法的話 會有什麼問題呢 其實就像我們這一年來 去年14 Pro 14 Pro跟Pro Max 剛出來的時候 我們覺得說 它有發熱問題不穩定的問題 一開始大家就覺得說 還好 這沒有什麼關係 有一點那還好 那後來時間一久 9個月10個月過了之後 開始大家的電視健康度 瞬間向下掉 掉的比現在都還要快 這個其實就是熱 就是你一個機體長期在容易發熱的情況下 對電視的健康度就會造成不好的影響 那也是為什麼我就覺得說 那這一次15 Pro Max 或15 Pro系列 大家一開始可能覺得熱熱溫溫 好像是OK 沒有什麼問題 或許跟先前的機型比起來就OK 但是總是花那麼多錢買一個機型 如果它容易發熱 或是說你也是跟我一樣 手機很長時間用來拍照 去旅遊都是靠手機拍照的話 那在夏天的時候出遊就會比較碰到 像我們先前14 Pro Max那樣 螢幕開始先降亮度 不是一道熱擋 就是叫你要降溫 叫你要先把手機降溫才可以再 進行拍攝這種情況 那旅遊如果你只有帶這支手機的話 又碰到這樣的情況就會比較困擾 再來就是我剛講電視健康度 還有這個主機板長期的 這個使用的健康度來講 這些我就覺得比較長期來講 如果他們不盡快解決這個問題 我會比較擔心的地方 但不管怎麼樣 我們還是實際做測試 那我們的群組已經滿了 所以我可能會再開第一個群組 我看你們有興趣 你們可以留言跟我講 你們想要一起幫忙測試相機溫度 就真的我們這個群組 就是真的先把這個問題先解決 因為我覺得這個軟體應該可以解決 這部分我們先處理好 那如果你們有一起 有東西要測試的話 我們可以一起來處理 那我再開另外一個群組 然後讓測試相機的人 就進來參加這個群組 我們一起來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回報給蘋果 OK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那也是跟大家講這個結果是怎麼樣 我們一開始其實在意的就是相機的問題啦 看到中文哲測相機就是Super Max比較熱 然後我們自己上手一次開始 就是測相機 測相機發熱 然後一直以來 這次都是我們評測最在意的相機的表現 跟用相機它的發熱程度 OK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是Binwood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 We're to figure it out 我們新居一起 fil坏 好 應該 這種 有 我們 bo バ